近期的必利桶炒到天價一盒難求 幾天前, 婆婆幸好被她搶到一盒回來 還要298元, 我給500元, 賣220元給我 是不是濕紙巾? 濕紙巾配盒 就當是必利桶 200多元? 298元 298元, 在哪裡買? 可以嗎? 婆婆也欺負了 你去換吧, 報警吧 是啊 影片一放上網, 不少網民都不似這間藥房的行為 片主之後跟了婆婆去藥房 引述職員小聲說, 婆婆自己拿吧 跟著婆婆大聲說, 是職員拿給她的 職員就不出聲, 拿另一盒給婆婆 為了解發生什麼事 我們去了油塘大本營商場的德華藥房看過 見到必利桶放在這裡 每款只有一盒, 其他的就照擺真貨 貨架沒有寫的那些是樣本 最重要是價錢一點都不便宜 128元, 248元, 298元, 398元 大瘋了 那為何婆婆買那盒必利桶 裡面會變成一包濕紙巾呢? 藥房就這樣解決了 那些是樣板 是 那本身是有藥在裡面的 即是有藥在裡面的? 不是, 沒有藥的 即是我們是放一些濕紙巾進去 喔, 放濕紙巾進去 我真的有濕紙巾進去 是樣本來的 間間都有, 很多店都有這樣的情況 OK 那些都是有樣本的 人們不禁要問, 職員應該只是樣本 為何還會賣給婆婆? 負責人就說, 那個職員新來的 不知道是樣本來的 她就... 知道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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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婆婆回來 就馬上換了給她 因為一走過就少了一盒 我們有同事就問 為何會少了一盒 然後我們檢查一些貨 原來有一盒是... 相片被人賣了 我們已經知道那件事了 那婆婆之後回來 我們馬上換給她 她說是一場誤會 解釋之前有別離痛被人偷 所以就這樣放個樣本 真夜放在收銀那邊 那盒就有張貼紙寫著樣本 聲稱貼了十天八天 看回負責人那盒樣本別離痛 將貼紙貼著的地方 正正是巴曲位 邏輯推論 這樣做應該以防過到收銀機 賣了一盒樣本給人 如果婆婆那盒都有貼 第一, 店員就會即時貼在樣本 第二, 都過不到收銀機 又怎會賣到給婆婆呢 聽下有收銀機的嗶嗶聲 而大家細心留意婆婆 必離痛變濕紙巾那條片 巴曲上面 是疑似沒有貼到樣本的貼紙 加上貨架又沒有標明是樣本 婆婆眼力不好 真是隨時中伏 大家又怎樣看呢 歡迎留言 like 和 share 條片 還有訂閱我們 下條片再見 那